我要119那81分钟的报案的电话的录音回放 恩爸爸背着包包亲自从新竹北上到新北市府 拼凑真相由卫生局副局长接洽说明 只是经过个多小时的会议 结果让恩爸爸非常不满 欠缺了什么呢 欠缺了消防局回电给我老婆的通话译本 欠缺了什么消防局横向联系卫生局的通话译本 售书新北市府提供的资料几叠后后文件 包括消防局卫生局处置作为 还有恩妈妈打给新北市119对话一文 就是没有录音档 恩爸爸质疑第一块拼图已经拿到了 为什么中央可以提供1922录音档 新北市却不行 他认为一文没有完整所有过程 也怀疑有错误 新北市回应录音档没有提供过 也担心被断章取义 我们一直以来 只要是当事者想听所有的录音内容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可是我们没有让录音带拷贝出来 所以我们也跟爸爸特别说明 新北市府态度依然强硬 以消防人员声文涉及隐私等理由 无法提供给恩恩爸爸 但愿意现场播放比对一文 此举引发议员痛批 今天一定要把东西交出来 如果你一直声称你已经准备好了 不要再玩文字游戏 不要再把家属搞得团团转 恩恩爸爸预告 阅读完资料之后 三天内会去新北市消防局听录音档 为了孩子来回奔波 想要一个真相 对家属来说难道这么难吗 近新闻家族和颜凯旭 残佛龙